国民党立委张庆忠以30秒通过服贸协议 这个举动让人踏伐 而服贸协议究竟能不能退回或是逐条审查 在现行法律中若以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的规定 国民党团认为服贸协议属于行政命令 也就是必须依照行使法中的规定 应该交由院会审查后三个月内完成 若没有完成就视为已审查 委员会宣告已审查后 案子交由院会也就没有讨论的空间 而两岸服贸协议中第23条也清楚列出 协议若是要修正应该透过双方的协商同意 也就是说台湾必须跟中国再商谈才有可能 不过服贸协议是不是行政命令 朝野各有看法 前立法委员蔡忠涵则是认为 若是行政命令 当初行政院就可以直接发布 无需交由立法院 也认为两国签订的条约 更应该经过立法院的审议 行政命令不是立法院可以决定的 那既然是行政命令的行政院自己就可以决定 你不必送到立法院在内政委员会审查 跟两天三百万人民有密切关系的一个协议 你立法委员一个人就把它决定 那未免太过分了 所以这个不合正义的程序 我倒是在这边想呼吁就是说 立法委员能不能在这个服贸协议里面 设定一个原住民的一个专长 因为大陆也有少数民族 台湾也应该保障少数民族的一些产业 蔡忠涵也认为 协议中应该针对原住民族和中国少数民族之间 经贸的来往来设立相关的协议 若以行政命令的处理程序来看 台湾和中国签订协议后 直接是交由院会来备查 所谓的备查就是平常的时候可以放着 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看 若备查不过就得退回行政院重启谈判 也就是说原本的国民党团 主张送进立法院院会备查 和不准与备查的两个结果 而引发黑箱争议的就是 立法院在去年6月25号朝野协商中 就已经决议服貌协议应该逐条审查 逐条表决 不得已全案包裹通过 没有经过立法院的实质审查通过 不得已启动生效 律师认为党团协商的决议 就已经是具有约束力的审理程序 但国民党招委张庆忠却禁止宣布 让这项协议送出委员会 这么做有违朝野协商的承诺 过去那种始终黑箱作业 那他的利弊得失讲的不清不楚 只讲宣传好的从来不讲不好的 然后竟然是靠一个张庆忠的 这个内政委员会的招委 偷偷摸摸用30秒钟 这样子给他通过 这个谁不会愤慨 当他在指责学生违法的时候 为什么不去指责张庆忠 这样子的背信悔诺的行为 其实也违反了立法院职权行使法 在立法院未通过党团协商之前 服贸协议应该如何审理 因职权行使法并未规定 国会也有自制的空间 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中也提到 协商议案或是解决争议事项 应该由院长或是各党团 向院长请求进行党团协商 服贸学运或是朝野的争议 究竟能不能平息 最终还是要立法院长王金平出面来协调 接着 台北市采访报道